波兰球别年死 这是最近我找到了一款开放时机探索冒险游戏 以前就喜欢看玩家做的什么波兰球小视频 没想到这居然还有出游戏 现在打这70多块钱有点小怪 但不是不能买一下试试看 开始游戏 哦还有剧情啊 好像讲的是这些球学猜猜什么比赛 觉得没台词也没字幕提醒啥的 所以剧情全高大口老补了 呦现在还挺热闹的 我赚赚死你们 系统交通非常简单 左键冲刺右键举动防御 F4扔到剧 救不得这席周围小篮球选拟可多数跳起来向下注击 这道电视应该就是开始冒险了吧 这什么小球球 英国嘛 大飞你嘛 诶 这还可以拍照啊 帅 那这游戏要干嘛现在 没有任何指引没有任何的提示 我就要开始探索这个世界了嘛 这是啥 不操 无敌心 撞死你 我猜现在弹幕上会有带本能的一句话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动物 给我死 撞死你 诶 这怎么说地理一下 我许是你不是幻熊还是考拉来的 说我被托你好了 我踩 踩别你 我去 每次转这个大球他都会变小 然后分裂出好多小动物啊 那这些蓝色小颗粒有啥用啊 不知道先收集的吧 估计后面有用 这还有个拿盾牌的 转转转 诶 怎么有个什么水在流啊 卧槽 他们那是什么 真的被树子水里大小变 我去 而且我还跳不上去 我一个发现给你扎下来 转死你 这个飞机扇板里面还有个什么法师球啊 都给我死 然后呢 然后我要去干嘛 卧槽 从这个小学家看过去 这个世界好状况啊 好多细节 耳朵又我都看不过来 那先让我玩一会看看是个啥情况这游戏 OK 玩了一天啊 我玩明白这游戏了 首先呢 最最主要的玩法 游戏里我们不会升级变强 难度是最一开始就定好的 我们需要依靠冲刺和下落重机来攻击敌伦 或者利用地形机关来攻击 敌伦的阻力反多 基本都是对每个国家的刻板印象 比如说古罗马帝国 地形全是早谈大御池这样 里面的解密机关都与早谈有关 就连boss都在洗澡 就这游戏把开放世界体现得淋漓尽致 如果有人在问你什么是开放世界游戏 你就把这游戏推过去 游戏的东西多到你根本数不清 地图非常紧凑 紧凑到什么地图呢 整个地图根本不存在空地的这个说法 就是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是无意的空地 真的就是眼花缭乱 但又不存在重复的无聊愣 看得出来制作组非常的用心 想离到一个欢乐多元大世界 开头说不知道那蓝色颗粒有什么用 实际上蓝色颗粒是解锁各种球球皮肤 还有些球球需要你用蓝色颗粒解锁 它就会帮你需要踩的机关 那地图它最常见的还是测试球球 你救下它 它就会帮你踩放出动物boss的机关 然后你打死动物boss拿专办这样 就是玩那个收集家冒险 但缺点也是有的 游戏由于没有什么指引 也没有什么你必须要做的任务 所以有时候你探索一个地方 出了什么bug 门没打开 或者是什么激光被触发 你自己也不知道 只能瞎转悠 最后重启游戏才知道 哦 原来出bug了 随便游戏是可以多人连击 也可以本地连击的 所以你可以找你的好朋友一起玩 会让撞来这里坑对方 玩起来也会挺欢乐 对 这就是玩了一天能组结出来的评价了 最最主要的就是游戏的玩法了 游戏是没有什么剧情的 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雷点 就是一款挺不错的开放世界游戏 还可以连击一起玩 如果待会有兴趣 可以去视频上面买一个波兰球 就别人连死亡玩 那么我想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给游戏关注 至于更多有趣的游戏视频 那就这样吧 我是第五 我们下一期见